香港法轮功学员在720前夕举行反迫害15周年集会游行 在集会上率先宣布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成立 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队形惩罚活摘元凶 约900名香港及亚洲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 星期六下午1点半从北角英皇到游乐场出发 沿着港岛区闹市抵达终点政府总部后举行集会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反迫害集会上宣布 由四大洲联盟组成的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正式成立 成员包括亚洲区台湾27位立法委员 香港7位立法会议员及澳门2位立法会议员 欧洲和美洲及澳洲联盟目前共有19位国会议员参加 这个四大洲联盟也要促使各国政府表态 要求中共公布在过去十多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当中 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来源 我们要求停止活摘器官 惩罚活摘元凶 香港7位议员有的亲身到场 有的透过录像发言支持 我们认为活摘器官是天理不容 是不始于人类 是诸狗不如的行为 我们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活摘器官 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学员 全世界一起去要求中共调查真相 以及公开真相 并且停止活摘器官 我想是一个良知的呼唤 希望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共同谴责 11位新加入的台湾立法委员 也透过录像发言 呼吁国际社会一起制止中共活摘罪行 势必将元凶省之以法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